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土耳其也想造航母,技术不过关最终,只能求中国这次,我们回答很高明近击年,航母这个超级大IP在国际军事群早就被各路金主的椰子砸得越来越热了, 这不2016年的时候,土耳其总统也说要敢在2021年开始生产造自己的航母,土耳其、航母,听到这两个词,恐怕不少朋友就气不打一处来吧。 不过各位先冷静,更劲爆的消息还有那,有消息称土耳其这次的航母计划还有打算从中国引进技术呢?朋友们,冷静,一定要冷静,杨阳知道当年瓦良格十多亿美金过路费的账还没和他们算那,杨阳也明白当年红旗九导弹被截胡拿荡子事,还没说清呢? 不过针对这件事,咱们还是得保持冷静,好好想想这个问题,土耳其到底造不造得出航母,土耳其到底能不能造航母呢?答案很明确,不能,不然也不会有要从中国引进航母建造技术的传闻。 土耳其虽然作为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,近两年也大力发展自己的海军部队,并凭借助二十余艘区护舰,十四艘德制209型潜艇等装备,在黑海和地中海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 还有他们这些年靠住北约的存在,也拿到了不少先进的海军技术和武器装备,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有能力造航母完。 凭住土耳其现在的国内局势和工业能力,杨阳可以大胆地表示,土耳哈在未来的几十年,是不可能拥有完整的自主航母舰。 造能力,土耳其造船能力并不强,在重型和超重型船舶的建造,更是不值一提,而包括先进雷达、大型指挥、作战中心等关键的核心系统设备,土耳其也只能完全依赖进口货,如果往前推击年,他们或许可以靠住美欧技术支援和装备成品进口,造出各轻型航母壳子。 但就现在他们和西方的关系,土耳其能否顺利买来F-35都成了大问题了,航空母舰从来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业产品,目前世界上具备建造航母能力的国家无一,不是工业体系健全,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。 当然以上还是基本条件,能否拥有像中国当年改造瓦梁阁时候的好运,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,咱们当年能一口气让秀气斑斑的瓦梁阁就冒焕心眼,背后如果离开了那些重达斯林敦的设计图纸,恐怕旧的慢太多了,有了瓦梁阁的全套设计图纸,一下子就使中国获得了苏绵26年建造航母的经验和技术级类。 当2002年瓦梁阁历经17年终于到达大连之时,中国大连造船常常激动地表示,这艘航母为我们国家,研发航母提前了20年,这条航母为我们国家,节约了科研经费2001人民币。 显然如今几乎断了西方国家外援的土耳其没这个实力和条件,要发展肯定困难重重,土耳其自己的装备生产水平有多高呢? 咱们且看看土耳其当初搞的西萨尔中进程防空导弹,这种欧洲半十足的导弹,不光是外形,欧罗巴,实际导弹的整体技术来源也是如此。 红外搜索装置,是德国和土耳其联合研制,土耳其自己只承担30%的工作量,而雷达的妈妈就更多了,美国啦,瑞士啦,荷兰他们都全都认,而所发射的导弹本身,也是德国的,就最后把这么一大堆复杂的设备组装到一块。 其中一大部分的工作,也是包给瑞士厄利空和德国莱均公司,您各位给看看,就这工业水平,现在人家也学人建造航母,真是心大得很啊,今天中国的造船实力已经是人尽皆知,改造瓦梁格号,发展莫敦大区,建造国产航母,最近中船重工又证实了建造和动力航母的消息,不夸张的说,目前中国在航母领域的技术紧, 赐予美国,今天土耳其要想发展航母,如果想要得到技术支持,能靠得住的,也就是我们了,毕竟能造航母的美国和他们早都闹呆了,看在都是地球人的份儿上,洋洋觉得咱们还是可以帮土耳其的,不过呢,得先把十亿多美元保证金交了吧,什么,不同意,那还是去找俄罗斯吧。 哦,对了,俄罗斯十墨敦航母的计划,恐怕也得中国人来,替他们实现吧。